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品位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超凡选择卡姆甘毅 分享让飞行更愉悦 长荣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今天8月12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Vicky陆锦怡 对中国外长王毅日前提出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 美国政府与媒体对此反应并不积极 美国国务院在12号并不愿意表明 是否欢迎中国提出的双轨思路 而是重申美国支持以外交和平的方式 化解南海争议 在东亚系列外长峰会期间 中国外长王毅提出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 对此美国国务院并不愿意正面回应 但指出美国支持通过外交与和平的方式 化解南海争端 而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 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场合 美国国务院批准备这一步的追求 美国国务院批准备 我们的经商与时旅 vom中国的坏处 我们永远通过这种一步的一切 使用学习与其他和平坏的希望 对这方说发展中的激活经济 此是一部分的采用 普通的采访要合作 其中间议 美国的新闻 也不会提出一种更具有预议 对美国和国国在中国的掌握 王毅九号在中国东盟十加一外长会后的记者会上 首次表示 提倡用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 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 寻求和平解决 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则是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对此西方媒体却鲜有报道 美国主流媒体则更关注于克里出席东盟峰会的成果 并认为克里此行遭遇挫败 美国提出的冻结提议并没有得到中国 甚至是东南亚国家的积极回应 不过有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会在未来几周密切关注相关国家 是否采取缓和南海紧张局势的实际行动 凤凰卫视 王宾如 黄卓 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援助乌冬的车队已经启程 美国国务院当天并未排除俄罗斯是借口人道援助 进行军事介入的可能性 但也表示若俄罗斯遵循无方运输物资的程序 美方则支持乌克兰接收来自俄国的援助 俄罗斯运送人道巨元物资的车队12号黄昏10分 使积莫斯科引南300多公里的沃罗涅日 继续前往乌克兰东部 俄罗斯外交部指车队会进过俄方的比尔哥罗德州 与乌克兰哈尔科夫之间的边际站 进入乌克兰东部 将物资送到顿涅茨克和乌干斯克等地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表示 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就车队新的路线 即进入条件达成共事 拉夫罗夫又说 俄罗斯外交部当天收到了乌克兰外交部的照会 表示愿意从俄罗斯接受人道主义援助 希望个别人士不要破坏协议 不过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 欧洲和中亚行动部主任克尔巴就表示 仍有待俄方澄清 确认车上所在的物资是什么 以及车队抵达俄污边界之后会有什么计划 西方国家一直质疑这一计划 认为俄罗斯可能借机军事介入 或者向亲俄武装提供援助 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拉美和加拿大有哪些重要的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美国篮球协会NBA在官网正式宣布 微软前执行官鲍尔默12号正式以20亿美元 完成购买洛杉矶快船队成为球队的新老板 NBA官方网站首页在12号清楚标示 微软前执行官鲍尔默正式成为洛杉矶快船队新老板 其实就在上个月月底 加州法院就发出最终裁定斯特林的妻子雪莉·斯特林 拥有将洛杉矶快船队出售的权利 因为雪莉·斯特林提出证据指出 斯特林遭到医生诊断有心理问题 不适合做重大决策 也因此被斯特林家族基金会除名 就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法官做出正式的书面裁决后 鲍尔默的律师就在12号迅速敲定这笔交易 而美国篮球协会NBA董事会早就在先前已经正式批准了 微软前执行官鲍尔默以20亿美元购买洛杉矶快船队 这笔交易也成为NBA史上单一球队最高金额的交易记录 鲍尔默在声明中除了感谢球迷外 也表示将会成为整个快船队以及教练 员工还有球员的最大支柱 让他们在球场上展现他们最好的表现 今年4月快船队的前老板斯特林遭到曝光 私下对话带有种族歧视 随后便被NBA勒令得出售球队 凤文卫视绕商亦里展清洛杉矶报道 休斯顿举办了为期两周的中国象棋大赛 美南地区的各族一棋手相聚休斯顿切磋棋意一展身手 为活跃和吩咐华人的业余文化生活 结识各族一朋友 休斯顿知情联谊会 象棋协会和华夏中文学校 共同主办了第五届美南横峰杯中国象棋大赛 经过两个星期的激烈角逐后结束 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奥斯汀、圣安东尼奥等城市的棋手们 与休斯顿的棋手相聚 切磋棋意一展身手 各界棋拼同好也前往观战助威 大赛特邀香港著名棋手谢文川先生为总裁判 参赛的选手有十几岁的少年 也有年过七逊的老人 主办方鼓励参赛者讲究棋风棋德 赛出水平赛州风格 比赛采用亚洲规则 每人用时为四十分钟 比赛设定A组和B组 相对而言 A组选手具有较强的实力 参赛选手根据自己的实力 选择参加的组别 决赛结束后 总裁判谢文川先生宣布了获奖者名单 众多驻休斯顿总领馆 乔务领事张铁红 邓赛英 魏华一和乐一等获奖选手 颁发了奖金和奖牌 我呢首先代表这个总领馆 代表我们林小组 向各位棋手 向各位赞助帮 各位付出努力的朋友们 表示祝贺和感谢 原天津象棋队的棋手 胡玉山今年再次蝉联冠军 主办方表示 中国象棋大赛是一个把中国文化 融入当地多元文化社会 共创和谐社区的一个好机会 特业记者 玉伟 穆什 休斯顿报道 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美国国内的综合快讯 美国著名演员罗宾威廉斯 昨日在家中公寓突然去世 享年63岁 警方初步判断 其死因为窒息 并表示可能属于自杀事件 但确实原因仍有待调查 罗宾威廉斯 生前赢得奥斯卡奖 金球奖 美国演员工会奖 格莱梅奖等殊荣 他即兴演出的模式 数十年来撼动流行文化 带给观众无限欢乐 但这位喜剧泰斗 近年来苦于重度忧郁 上个月曾进入 米尼苏达州一间康复中心 接受治疗 他的家人对他突然的离世 感到悲痛 并希望外界尊重家人的隐私 美国国务卿克里 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军方将不会重返伊拉克 尽管该国的武装分子伊斯兰国 大规模的袭击引发危机 除此之外 美国国务卿克里还呼吁 伊拉克新任总理海德尔 应尽快组建基本民族和宗教团体的代表政府 此外 克里还表示 美方与澳方 对在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外籍圣战分子感到忧虑 美奥将在本月的联合国会议上 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历程 南加州巴萨迪纳市210号高速公路 昨日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由一辆大货车和一辆轻型货车及一辆轿车相撞 导致车祸路段被封锁数小时 所幸三名驾驶人均受轻伤 目前已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巴士消防部发言人沙利表示 车祸意外发生在昨日下午2点30分 在巴萨迪纳210号高速公路 由于一辆轻型货车不安全的便道 而撞向一辆大货车 导致该大货车所装载的50加轮柴油 全部倾泻在道路上 警方随即封锁公路 交通一度严重堵塞 日前美国总统欧巴马下令发动空袭 协助伊拉克打击逊尼派圣战组织伊斯兰国 此举不仅引发共和党人的踏伐 前国务卿希拉蕊也公开批评欧巴马的外交决策 希拉蕊指出 欧巴马在对抗叙利亚总统阿塞德采取观望态度 以致未能协助叙利亚反抗军建立可靠的战斗力量 让伊斯兰国这样的圣战组织有机可乘 除此之外 共和党人也批评欧巴马 未能在叙利亚、伊拉克、乌克兰等冲突地区 树立美国的领导地位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 接下来一起来看看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云南鲁垫地震立昭桥公路存在塌方危险 甘家宅段日前再度摊坊 施工队正在进行抢通 而地震造成的牛栏江艳色湖 谢柳草也在12号上午终于完成最后一报挖通 在施工队日夜不断地工作下 进行55次的爆破后 一条长约753米 深约8米 底宽约5米的艳色湖终于挖通 除了大批的避难板房外 临时医院及抗证小学也射箭完成 不少受伤的民众来到板房医院接受治疗 中国向爱博拉疫情最为严重的西非三国 前派的公共卫生专家及救援物资 已经陆续抵达当地 其中8名在塞拉一案工作的中国医生和护士 由于接触治疗一名爱博拉患者 目前正在接受隔离观察 对此中国医疗队长王耀平表示 目前8人情况良好 并没有出现感染的症状 并且即将结束隔离 目前当地疫情仍不受控制 中国的医疗团队仍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 台湾近日受到西南窃流的影响 南部的台南高雄下起大豪雨 多处地区出现淹水灾情 军方也出动救援 协助居民撤离 台南市政府12号也紧急宣布停止上班上课 但因为发布的续行时间太晚引发民怨 台南市长赖德钦在社群网站上面向民众道歉 受到大豪雨的影响 台湾南部地区出现淹水灾情 军方第四作战区官兵涉水进入台南市 协助民众进行紧急撤离 凤凤卫卫视总和报道 好 让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回来带给您更多的财经和社区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再来看财经方面的消息 美国股市周二收跌 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降至9个月新低 美国6月份职位空缺创13年新高 加上国际局势普遍紧张 令三大股指全面下跌 我们来看华尔街股要市场在星期二的走势状况 星期二美股走势早是开盘 就是一个小幅反复开出之后 全天是正反两个方向 载幅震荡 说盘这四大指数是小幅下跌 做出全天的变化似乎不大 但是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经过 至于过去一系列的下跌之后 今年已经是走成负面的这个趋势 投资人主要现在是在夏季经济数据比较淡净 而交易比较清淡的情况下 认为市场发展方向也是不明朗 在星期二经济数据不是特别明显的影响市场的情况之下 投资人更关注的是国际证据的局势 在各个方面 亚马逊公司和美国的迪士尼娱乐集团公司发生争执 两方面在电影发行的价格以及市场行销方面争执不一 这个方面的消息对两家公司股票都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美国波音飞机公司 因为是美国政府削减财政支出之后 国防产品订单是每况愈下 现在已从政府缩减开支到目前为止下降了24% 根据目前订单状况 估计还有在削减收入的预估另外20亿美元 石油价格则是出现小幅的下降 主要是国际石油协会表示 根据目前的库存现象显示 即使中东局势不稳 也不至于对油价上升造成压力 而美国市民常债的收益率略非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上升 但是基本上是原地踏步 可以看出来目前市场的事态是一个格外的审慎 场外观望气氛为主的 以上是星期二情况 让我们一起来收看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南加州的社区新闻 洛杉矶华美博物馆日前宣布 由博物馆、华裔残障者家长协会和香港东华三院 合作举办的残障艺术家 一聚双城香港与洛杉矶联展 从即日起到12月14日在洛杉矶华美博物馆隆重展出 为期四个月的联展将展出 40位香港与洛杉残障艺术家的绘画和陶瓷作品 东华三院是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 成立于1870年 多年来一日从事为陆式团体提供多众福利服务 如免费药物、教育和事关征灾等 本次跨越太平洋 联手华美博物馆和洛杉矶华裔残障者家长协会 联合举办残障艺术家 群艺商城香港与洛杉矶联展 其意义非凡 自在强调 艺术的欣赏和艺术创造是人类天生的权利 人民应该注重于艺术家的艺术力量 而不是艺术家的自力或身体的能力 那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就把我们在香港残障人的一些作品 带到洛杉矶来 让大家两地的人民 人民的市民都比较关注残障人的一些关注 东华三元主席施荣恒还指出 残障人士残障被社会忽略 即使对他们进行服务也只是一次性的 希望能通过这种艺术活动 让他们有一个平台 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延续 借艺术创作活彻精彩的人生 凤凰威斯文明 徐志兴 热纪报道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8月12号的凤凰美洲新闻了 天气预报和广告之后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今晚的天天话题 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牙医吕孝宇 她要为您讲解儿童牙齿保健 好了 我是Vicky陆锦怡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